美国副总统尼克森写夫人及随缘一行十余人 于7月7日下午10点半乘专机飞来自由中国访问 我朝野各界首长和外宾500余人都到机场迎接 陈副总统首先和尼克森副总统握手表示欢迎 尼克森副总统悬祭向欢迎人员一一握手致谢 江总统于7月8日早晨在官邸与尼克森副总统误谈 陈副总统在座作陪 蒋夫人陈副总统夫人也和尼克森夫人欢谈极为融洽 尼克森副总统在台停留一天续飞曼谷 在乘车前往飞机场的路上受到外遇民众家道欢呼 尼克森副总统在机场休息室举行记者招待会 严斥共匪严不顾行 并保证美国支援自由中国的政策坚决不变 陈副总统陪同尼克森副总统 简略由我国三军组成的仪队 尼克森副总统对我壮盛的军容极为赞誉 尼克森副总统这次访问自由中国 时间虽然很短 但是在和蒋总统会谈中 曾就中美两国有关问题及亚洲局势 广泛的交换意见 相信对中美合作反共争取世界和平将有极大的贡献